一切未明 燃烧自己 在困难面前 逞英雄的人 也是在百姓心窝里 扎根的人 我是闪亮的坐标 讲演人郭小冬 今天我讲演的英雄是 焦玉露 1962年12月 焦玉露调任 兰烤县委书记 面对严重的内涝 封杀严检三大灾害 他带领全县人民 查封口 探流沙 翻淤压检 栽种抛桶 制定了治理三害的科学规划 为兰烤人民点亮了未来的希望 哪怕肝不痛得直不起腰 拿不住底 他仍然坚守岗位 冲在一线 焦玉露心中 装着人民 唯独没有自己 1964年5月 焦玉露因患肝癌 不幸逝世 昏归兰烤之际 县城万人空巷 街道两边挂满了碗帘 护天枪地的兰烤百姓 在焦玉露幕旁 跪成一片 焦玉露 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好公徒 这位只在兰烤工作了 475天的县委书记 人民永远怀念他 我刚刚拍完这部电影 《我的父亲焦玉露》 在中间试验焦玉露 我跟焦玉露书记 我们俩是老乡 都是山东人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缘分 让我走进他 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焦玉露的精神 一直在洗礼着我 作为一个演员 我觉得有责任 有义务 向大家去传递 焦玉露精神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的身边 有一个真真实实的 实实在在的一个好党员 他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闪亮的坐标 1990年 有一部电影 悄无声息地上映了 没有特效 也称不上大制作 这部电影投资了一百三十万 票房达到了一亿三千多万 翻了整整一百倍 还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产电影首轮拷贝发行的最高纪录 这部电影就是焦玉露 大人 我叫焦玉露 在县里工作 小孙大 咱们 焦书军 焦书军 这种天啊 谁出门了 你留在家里指挥指挥 天天汇报就行了 吃别人夹过的膜 没味道 走 咱们走 时光 回到一九六四年的春天 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迎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肝癌晚期 全身临巴结转移 即使到了今天 这依然是不治之症 而且是癌症中最痛苦的种类之一 那个年代治疗癌症的手段 非常地有限 病房里经常有患者 痛得不停地身影 可是这位病人 可是这位病人 却从来一生不可 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 都在私底下议论说 这个人 真坚强 后来 听到来探视的人喊 焦书记 医生护士们才知道他的身份 他就是兰考县县委书记 焦玉露 来探望的乡亲们告诉医生 焦书记 是个大好人 乡亲们说 天下黄河 十八弯 最大的弯 就在兰考 封杀 内涝 严谨 连年不断 焦书路 走进兰考这片贫瘠的土地 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庸醋 不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而是 衣衫蓝绿 污垢满面的孩子 是饥寒交迫 逃荒要犯的灾民 是大雪 是风沙 是饥荒 是荒芜的土地 更是党和人民 交给他沉甸甸的责任 乡亲们说 焦书路 日夜奔波在 抗灾斗争的前线 越是暴雨 越是风雪 就越是往外跑 他说 共产党员 应该在群众 最困难的时候 出现在群众的面前 乡亲们说 焦书路 曾冒着漫天的大雪 引着剧烈的肝痛 走访农户 双目失离的张晴老大娘 用颤抖的手 上上下线摸着焦书路 问道 你是谁啊 焦书路说 娘啊 我是您的儿子啊 是的 他就是真真正正的 人民的大孝子 乡亲们 忘不了 焦书路那床 四十二个 补丁落补丁的被子 忘不了他那张 因为顶着 疼痛难忍的干部 而被顶出的 破洞的藤衣 更忘不了 焦书路端起大家 凑来的百家饭 眼泪 速速滚下来的情景 乡亲们拉着医生的手 抱含着热泪手 医生啊 拜托你们 一定要治好 我们的焦书记 懒考 懒考离不开他 可是太迟了 入院的时候 焦书路 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时机 癌症已经转移 医生们 已经无能为力 两个月后的五月十四号 焦书路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年仅四十二岁 从三月二十三日 焦书路 被兰考县委 强制要求入院 到五月十四日 到五月十四日离世 短短 短短只有 五十三天的时间 谁能想到 焦书路这样一个 充满着干劲和活力的人 竟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 离开了 离开了 兰考大帝 是 他是多么的舍不得离开 一年多来 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 他已经走了一百二十多个 他把 他把 把自己的整个身心 都交给了兰考人 兰考正百废待兴 他和同志们种下的炮藤树 才刚刚长大 正像一位指挥官 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 撤下了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 临终之际 他从心底感到痛苦 内疚 和不安 他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难考 我们是灾区 灾区 我死了 不要多花钱 我死后 只有一个要求 把我遗回兰考 把我来在 来在沙丘上 我要留下 守护 我要看着他 把我来在 沙丘只好 吝尔树 这就是教育录的遗言 永远永远地激励着兰考的人 1966年2月6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内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鱼录正在录音 稿子还没念到一半 播音员已经气不成声 不得不把录音机关掉 机器停了又开 开了又停 终于 播音员念到了最后一句 焦鱼录同志 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 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 你没有死 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享受荣耀瞬间 重温光辉记忆 让我们共同致敬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把泪交同成雨 生也杀秋 死也杀秋 父老生死戏 暮雪昭霜 无改英雄义气 心中有党 心中有民 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 焦鱼录精神 一座高高矗立的 共产党员的封碑 我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去了解焦鱼录 当我们真的了解了焦鱼录的事迹之后 你的很多感动是自发的 焦书记这种精神 对我来讲是受益终生的 风雨不徘徊 无声留白 哦 满山边也在等待 哦 爱呀泪 哦 爱呀泪 那一阵脚不声的到来 低血的风采 坚定告白 哦 万水千山的历程 哦 爱呀泪 哦 爱呀泪 我们贴近彼此的胸怀 那天你来 度着花开 爱 爱成了一道高山脉 哪怕流进最后的滴血 哦 也却不把手松开 也却不把手松开 哦 爱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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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呀泪